竹山珍公所为了推广地方上当季所出产的优质麻竹笋 日前也任劳办理笋笋与董创意料理大赛 希望透过参赛者们的创意发想 所制作出的各道创意料理 让麻竹笋的美味以各种方式做呈现 分享给更多民众认识竹山所出产的优质麻竹笋 特别利用我们当地的特产 来结合我们厨艺来办理这个比赛 这次比赛参赛队伍来自于其他的县市 比如说高雄台中张化云林 以及我们南投县的这些各项镇的代表们 他们都非常愿意参加 所以我们这次的参赛总共有三至五支的队伍 那今天我们批准出15支入围的队伍 将进行最后的决赛 同时我们每一组都有高额的奖金 我们希望是借由今天的创意料理大赛 推广出我们竹山属于地方的专属特色的小吃 以及一些料理 以后可以作为观光推广的相关的一个活动来结合 将我们竹山的厨艺跟马竹笋发展光大 这是我们这次举办创意料理大赛的一个主要的精神 参与损损运动创意料理大赛的队伍非常踊跃 分成社会学生专业三个组别 在出赛阶段就十分激烈 最后进入决赛阶段 三个组别各有五支队伍入围 评审也将以色香味三个重点来做评分 希望参赛者在发挥创意的同时 也要呈现出马竹笋的料理特色 我们这次孙笋运动创意料理大赛 我们分为三组 一个是学生组 一个是社会组 一个是专业组 那学生组呢 我们就是结合各大专业院校的餐饮科系的学生来参赛 社会组 我们就由地方的人士 以及社区来参赛 那专业组呢 我们就以这个五星级的餐贴 以及拥有这个专业证照的来参加专业组 那分为这三组来分别进行竞赛 然后能够呢 在各组当中取得优异 来表现我们各样主意 来将我们的马祖鼠呢 推广到各县市去 那昨天在我们全国将近50组的参赛队伍中 那我们在精挑细选 零选出今天我们要参加的15组 那这边我们要如何去评选出 我们这个最好吃的一个料理 所以我们今天会由现场制作 来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要展现出来的 那个笋子 这个料理能让竹山地区 能让它更加的蓬勃发展 那我们现在评分的重点还是 以它的口味 它的色香 那这些就是我们评分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我们要评分 学生选手还有专业主 他们对食材的怎么样去运用 竹笋的料理能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是我们一个评分的重点 在笋笋御动 冲邑料理大赛决赛前夕 评程也就马竹笋的料理特性 先请做出讲评 除了是希望帮助参赛者 来好好烹调料理之外 也希望供民众做参考 让民众在家也能够好好料理 品尝马竹笋的美味 喷条竹笋大家今天来比赛都是高手 但是有几个要跟各位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个煮竹笋的时候 要冷水的时候下入我们的竹笋 第二个在煮的时候 可以用洗米水或者加一把的米 把它加下去 来煮的时候 让它的苦涩味可以稍微带走 第三个是刀工的部分 刀工的话 如果你在切割的时候 挑选部位对了 然后顺势的下去切 那你的口感就会达到一个烹调者 一个喜爱的一个口感 最后其实我们来做一个比赛 竹笋里面的水分 你保留住了吗 竹笋的食材的风味 有没有把它提出来 最后有没有增加它的油脂 因为竹笋缺的是油脂 有没有适切的给它提它的风味的油脂 那这样子各位在家 还有我们今天的竞赛队伍 就可以做出一道美味笋笋御动的料理 在进入到笋笋御动创意料理大赛的决赛环节 每位参赛者也都各自然建出创意 来烹认出独具特色的创意马竹笋料理 烹认时间维持一个小时 他们每位都加进脚步 来进行每一个料理步骤 我们的作品名称叫日夜精华 特色就是将麻竹笋切成条 跟那个还有丁条是用来做包肌肉节 让它成为一个太阳的日 然后丁是做夜 所以我们是用日夜精华 以轻食的概念 制作一个低纸低卡的好料理 让身体健康 这是一个很棒的料理 我们家的在地食材百香果 我今天煮的是鱼筍子下去做面条的模式 然后搭配冷汤系的 然后做成一个冷汤筍面的料理 因为在酷热的夏天里面 人们认为鱼筍子最好的料理模式 是冷笋 然后我会搭配说用冷笋 是做冷气的 大家能接受度很高 再来太热了 吃热了 反而会觉得说 没有胃口 所以我用冷汤 然后搭配酸酸甜甜 再加上我一点微辣 所以比较会有开胃 以及说我们会降薯的模式 所以我把这两种料理的 细把把它合在一起 成为今天我所做的料理 这道菜它重点在于说刀工 因为它必须要把笋子切成仓师 竹山一产竹文明 所出产的笋子品质更是优质美味 竹山这名代表会主席年次学 也肯定真公所规划笋笋欲动 创意料理大赛的用心 将我们在地 当季优质的马竹笋 透过创意料理的方式来做推广 相信效益必定相当显著 也要请民众前来竹山 购买品尝当季好吃的马竹笋 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笋笋欲动 我们的创意料理大赛 今天来参加的团体也很多 今年在中山市场办得非常非常好 今年我们又吃了 我们今年在这里 又邀请所有来参加的 的选手团体非常非常好 一年比一年更精致 我想今年所有来参加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高手中的高手 希望今天我们所有的高手 我们的精英都能够得到 他想的名字 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来提供我们的地 山 我们的创意料理 尤其我们的地 山的孙子 是全国有名的 希望借到这个机会 可以发扬广大 把我们的地 山的孙子 在台湾全身 让我们所有的民族 我们的变成 都能够来看到我们的创意料理 也希望我们全国的朋友 西家带来到我们的山 台湾经常看一看 希望我们全国的朋友来到这里 吃到我们的山最甜 最好吃的孙子 最重要也是要来到台湾消遇 而餐与笋笋 运动创意料理大赛的主别宗 也有许多学生队伍报名参赛 他们发挥厨艺展现创意 烹敲出美味的马祖笋料理 除了是希望获得评审的青睐 更期待透过赛事 帮助所学来做精进 为之后发展带来更大的提升 我们这次团队是带来一个 用冰花煎饺做出来的一个料理 然后它外形很像笋子 然后另一个料理是笋卷 然后是以蛋皮去包笋丝 红萝卜丝还有鲜猪肉丝那些的 然后它呈现出来的风味是比较鲜甜 然后笋饺它吃起来比较脆 然后它外面的冰花呢 所以把它煎得比较有金黄上色 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料理 希望是可以受到评审的喜欢跟肯定 我们是来自同德高中的餐饮科 然后我们来比赛就是想学一些经验跟一些比赛的一些方式之类的 然后能吸取到一些经验 那我们是从高雄国立高山大过来参加笋笋运动的比赛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由南投在地的麻竹笋入菜作为发祥 那我们做了四吃 那就是每一样我们都有以麻竹笋入菜 第一吃呢是由我们的荷光虾制成的虾饼 然后以麻竹笋炒金沙作为第一吃 那第二吃呢是由荷光虾以及食蔬炒成的虾松 搭上我们自己制作的米饼以及甜菜跟泡泡作为食用 那第三吃呢是由我们的符袋 将所有的修下来的笋子包成一个符袋 那第四吃就是由我们的鸡翅相反 那里面呢都融入了满满的麻竹笋 那这一次的创意发祥也是由中西合并的方式作为呈现 我个人认为学习最快的方式就是参加竞赛 那可以学习到大家不同的发祥 那有助于我们在餐饮的道路上 也可以有更多的思维去做发祥 卓山上产笋子 笋子更是在地人的家常美味 可以说是每一餐的餐桌上都有笋子料理的出现 参赛者们表示 透过此次笋笋语动创意料理大赛 也是让参赛者互相学习 并让麻竹笋能以更多种料理方式展现美味 为卓山的笋料理带来更多元的发展 我是在地卓山人 因为笋子就是 一个星期七天大概会有四到五天 会出现在餐桌上面 因为它取得实在容易 然后带我们竹山的笋子 我不晓得为什么 外地人来吃的时候 都会觉得奇怪 你们竹山做的笋子特别好吃 我带回去怎么卤怎么煮 好像都会呱呱不好吃 所以我们就 只要有客人来 我们都会炒 炒笋子 乳笋子 或者是蜂肉 什么让我们带回去当伴手礼 那笋子在竹山来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家常的一道菜 在我们生活中 占比还蛮大的 那我们也感谢 每年都会举办 有关于笋子的活动 让我们认识到 原本我们既定的笋子 就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经过参赛者一些竞争 然后原来还有这样的发想 会可以创造更多的不同的创意 我们今天就是 选用在地的麻竹笋 然后因为烹饪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它 那就是把它切成丝 然后再用家里随便都取得到的食材 葱姜蒜 然后这些香菇来做爆香 直接做炒笋子的 这个料理比赛 也是在鼓励我们 利用竹山的在地竹笋 去年是笋干 今年是用麻竹笋 来做各家的自己创意的料理来比赛 所以在这个整个行销里面 包括社区也会受益 自己都会想办法来创意出来的 新的那个料理 不是很单纯的 只是用我们竹笋做那个古早味的菜色 我看到很多店家都有来参加 所以也会整个提高我们竹笋 镇的料理比较好一点 所以会让大家的工夫也会比较好 所以竹笋的笋子会增加很多的菜色 这次笋笋一动创意料理大赛 是竹山正公所为推广地方 幼稚笋子所办理的第二届料理比赛 今年参与情况相当踊跃 正公所也表示 为广纳参赛者所提出的建议 希望在明年继续办理料理比赛 我们这次呢 这个笋笋一动创意料理大赛呢 已经是第二届了 去年办的第一届 那回想非常好 所以我们打算继续来办理第二届 那我们也特别呢 跟这个所有的参赛者呢 也都在比赛过程当中 那个接受很多好的建议 那政长呢也从上如流 我们明年开始呢 也会继续办理第三届 第四届 将这个马祖笋大赛的这个精神 持续延续下去 这是我们以后的规划 笋子是竹山地区 家常料理中经常出现的食材 相当鲜的美味 透过各式方式 烹煮都十分优质 民众百吃不厌 先愿无略方 也感谢政公所协助推广 优质马祖笋 办理笋笋一动 创意料理大赛的用心 祝福参赛者们 都能够获得理想的成绩 笋子是我们这儿竹山出散的 我们竹山的气候突然 这个笋子非常的好吃 非常脆 非常香 煮起来也很香 我们这儿笋子 没笋子 一斤没笋子 就感到没菜 所以笋子给人家吃 都不不鲜 今天很高兴 我们竹山镇长很用心 举办这个笋笋一动 这个活动 今天来参赛者 这些高手呢 都非常的勇业 来参与这个活动 希望今天来参赛者 都能够拿到很好的成绩 希望说 来自各地的游客 可以来参赛者 来吃鲜 非常的好吃 议长和胜丰肯定竹山正共所 规划活动的勇心 以笋笋鱼动 创意料理大赛方式 将当季优质的马竹笋 以各式创意料理做最大的行销 也欢迎民众到访竹山 购买品尝鲜嫩美味的马竹笋 免疫新闻如一开专题采访报道